響應政府推動的新南向政策 外貿協會舉辦臺北國際採購煤盒會 求務顧問黃伯承是紐西蘭的優良廠商代表 他表示 紐西蘭有許多的產業 都值得國人前來開發以及投資 而從事旅行業的黃伯承 也將致力將臺灣建診以及醫美的服務 介紹給紐西蘭的旅客 很感謝蔡總統這一次將紐西蘭跟澳洲 涵刮到新南向政策的計劃裡面 也很開心我這一次能夠代表紐西蘭 回去臺北參加外貿協會所舉辦的採購大會 在大會上 我看到我們大會很貼心的安排 各國的採購商 還有臺灣優良的供應商 都讓我們能夠在那個場地上 從早上到下午我們就坐在那裡 跟這些廠商大家面對面的溝通 面對面的談 看大家有彼此有什麼可以配合的 我們就能夠當場能夠把它談好 我也很感謝政府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平台 讓我們能夠節省我們的時間 增加我們的效益 同時我也利用我在推臺灣觀光的旅行團 由客人到臺灣之後 讓他能夠參加我們臺灣的見證跟醫美的服務 那這個方面呢 我不是專業 但是呢 我們會讓他們有這個建議 讓他們到臺灣去做這一方面的諮詢 之後再來做一些處理 紐西蘭這裡是一個好山 好水 好空氣的地方 這裡有很大的土地 有臺灣的八倍大 那人口只有440萬 我相信這是一塊還沒有被開發的寶地 所以呢 我強烈的建議我們政府外貿單位 如果能夠在集合各地方的各個產業的人來到這裡來考察的話 我相信他們會找到很好的商機